好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9月8号周四 美股尚未开盘 感谢大家来到 FIRSTRAIT第一证券和美股实战学院 为何为大家带来的 现场公开课美股期间打翻车 也是我们美股期间实战系列的公开课内容 简单的名字声明 我们进入到本次的翻车计划 那么看今天早上的话呢 是有一些事件性的新闻 带动的市场 这位大学的继续观看 商术等 我们先看一下早上的事件 首先我们看到欧洲央行 加息75几点 基本上是跟着美人储走了 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新闻了 这个其实应该市场是有一定的预期的 但市场在有一个预期情况下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震荡 那这个震荡 我觉得各方面来说 还是一个健康的一个震荡 那我们看今天早上 美元是崇高回落了 欧元是向上反弹 因为欧洲加息嘛 按道理来说哪个国家加息 哪个国家的货币应该是会有向上的动力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今天美元是下来一点点 欧元是有流入 然后其他的非美货币其实都在反弹 都偏在反弹 如果今天没有反弹的话 说明是很弱的 欧元是最强的 欧元的反弹 带动的欧洲的国债 利率也跟着反弹 然后国债价格应该是下跌 美国国债价格这边也是没有什么太大动静 美元今天的回落 但并没有能够给大宗商品带来太多的利好 我们看到能源类的 这边我们说过短期能源类 我们依然是不看涨 依然是不看涨 包括天然气原油 在内的我们都是不看涨 很简单的两个道理 一个是先行指标 原油先行指标一直还在往下走 另外又是天然气 我们就说过 新高必做空 那现在其实还是一个新高 一个大顶的出来 10块钱这个是一个大顶的 可以这么说 这个大顶估计能够维持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再看黄金白银 这可能还都是要做底 铜还有靶金搏金 这些可能看上去相对强势一点 但真正的大东商品的强势 还是在农产品方面 那我觉得粮食危机 可能在后半年 会有更多的机会发酵 尤其是我们看来在低位 做圆壶的 像这个wheat 应该是小麦吧 我们看到还有oats 燕麦这也是 然后很多像这些底部 慢慢起来做圆壶底的 orange juice coffee sugar 这些我们看到 可能会有更多的后半年的机会 从大东商品来看 今天早上欧洲央行刚好加了锡 然后一会儿9点10分 也就两分钟之后 鲍威尔马上又要讲话了 当然我觉得鲍威尔的讲话 可以不太重要 可以不太重要 因为他讲的内容 我相信大家都能背出来 这里更多还是要看这个加锡的预期 因为这是最后的他的一次讲话 在议席会议之前 因为议席会议前会有两周的静末期 那这个刚好是在21号以前最后的一天 那今天讲完话之后呢 看这个加锡预期在哪里 那如果说是大概率 目前我们看到是大概率的 80%的概率是加锡75几点的话 那我觉得这里市场给予的信号 就是美元很有可能已经接近尾声了 因为加锡的幅度最大 可能就止步于75 接下来可能加锡幅度会不断的减少 也就是说美元上涨的动能可能会下降 包括国债利率上涨的动能 也予以price in了 我们看到国债利率最近是稍显疲软 没有像美元一样创新高 但也并没有说往下走 还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还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但我觉得美元可能冲高回落的话 国债利率也会冲高回落 从而可能最终影响到的 就是全部资产价格 会有一波不错的向上的行情向上 这个是我们这段时间的一个预期 这是我们这段时间的预期 那也希望这个预期能够给带来 这个做多方面的一些机会 当然现在这个还需要再多看一看 有板块上来说的话 可能目前还欠缺一个龙头的板块出来 目前我们看这周只有银行 还有大的科技股还可以 但是还是不够坚挺 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积极的表现出来 那讲到大盘的话 其实大盘日线图周期已经开始往上走 说明这里可以提前有一波向上的行情 我们昨天的3880开盘即是低点 然后拉到蓝线 目前蓝线能不能成功站上也是个问题 我觉得这里可能需要来回的拉扯 对吧 毕竟这里回调了 又四五百点 那这里可能我觉得需要个时间慢慢的起来 包括这里我们看到四小时 慢慢出现什么超买的信号 如果四小时超买 那短期就不要做过多的期望 这里能够马上就这么起来 所以这个是大家可能要小心的一个地方 是吧 然后包括我们看到日线级别 这里可能也需要时间 再去走这样的一个圆碗圆弧 那可能需要点时间 需要点时间 至少给他们一个半个月的时间吧 我觉得 那这次我们看到市场很有可能的接下来两周 还是一个震荡的局势 目前是不愿意涨的 当然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空间去跌了 市场情绪方面还是有偏恐慌 无论是日元还是还是VIX 我们看到最近都好像是想要在搞事情 一个圆弧的状态 反正这个高点还是没有打出 这个高点还没打出来 或者说大盘的低点没打出来 这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慢慢的走出来 那就是关于我们看到大盘的一些情况 大盘的一些情况 另外同学问到说原油跌到哪里 原油我觉得这一波破了85 那就直接是往80走 那这里有一个平台的位置 这个平台目前我们看到已经是在不断的被冒犯 那这里下一个位置的话 有更多记忆点的话 那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已经在78左右吧 有可能会在这里在可能可能会在这里最后受到支撑顶住 那我觉得这里大家多再多观察一下 多观察一下这个位置看有没有机会 能够守住 然后慢慢的走出来 这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能去注意的一个地方 原油 然后天然气的话我们也说过 可能要等6块钱 7块钱以下吧 那这个能源危机如果暂时过去的话 下一步我们就要看粮食危机了 能源完后粮食也可以搞 地缘政治的紧张导致的这些短期供需关系导致这波行情 当然这些都是短期的 几十年难遇的一波行情 像粮食原油 原油这个2020年还是3块还是还是0块钱以下去过 现在已经回到100 现在去到去过100多 然后现在也回到100多以下 但依然还是在一个历史的一个高位的一个阶段 那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蛮有意思的一些现象 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然这些行情呢 也是可遇不可求 很多是要等好多年才有一次 像原油 原油这么大的行情从月线图来看 基本上是每10年可能一次这么大的行情 我们看之前是这边 应该是金融危机前 然后这边好像是多次不同的战争吧 导致这个油价有上冲 然后到后面这一波 基本上等个5年10年有一波行情 天然气其实可能这个行情更难得 但是也会有 这里00年时候有一波 02 03年 然后呢07 06 08这都有 那现在是这一段 你看这个行情一旦来了之后 来得猛去的也快 那这里是不是就这么去了呢 我也不好说 是吧 但我们如果看到一些皮软的迹象的话 我觉得冯高做空这里 其实也是有很大油水的 当然跌下来的话 再考虑做多一波 反正最后反正顺水推舟 最后把它给推下来 那我觉得天然气的行情 不敢就此轻易严顶 但短期的顶部确实已经出来了 包括原油的顶部 这里其实我们看到也早已出来 之前我还幻想着说 是否还会有一个100块钱以上的机会 目前来看 首先先看能不能占稳80吧 80都占不稳的话 那就不用再想100块钱 那这周没有什么太多财经上的事情 今天早上重要的数据都已经报过了 然后呢周五的话就是一个whose sell inventory 鲍威尔现在目前在讲话 感觉市场的反应还是偏向于跌的 就是美元可能会稍微强一点 对吧 我们看鲍威尔这边已经开始讲话了 这个美元的他讲话 就是开始蹭蹭蹭往上走 但有可能美元是最后一冲了 我觉得大家多观察一下 然后大市值的公司 最近大市值公司有些许挺身而出 但还是不够 像苹果的发布会 这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在挤牙膏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卖了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挤了 就是不断的挤一点牙膏 挤一点牙膏出来 最后就是这么回事 就觉得大家这个苹果发布会 我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看法 那我觉得苹果发布会 我个人解读是偏负面的 所以我是不看好苹果短期的表现 当然如果苹果短期表现不好的话 大盘短期表现也可能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表现 包括整个科技股的表现 也可能会偏弱 然后能源类的还是强 昨天是能源类的弱 今天是能源类的稍微强一点 因为原油稳定了 小油股又开始烧了 但原油真正稳定 还是等一跳80块钱 看有没有机会 那我们看这周的事件性的话 事件大概就是基本上就这么过去了 包围讲话的反应一会儿 大家也能看到一个全貌 财报方面的话 这边没有什么太多重要的财报在本周 最重要的话 可能就是周三盘后跟周四盘前了 周三盘后的财报一堆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看 有些涨了 有些跌了 但基本上我们看到说过的 这种估值高的问题 或者是通胀高的问题 都是跌的 涨幅榜上的股票 今天只有17只 非常的少啊 只有一些可能比较特殊的股票在这里面 特殊股票 特殊新闻的股票在这里面 然后呢 跌幅榜这18只 American Eagle 这是财报了 Bilibili也是财报啊 我觉得Bilibili这个底 不好抄 再等一等啊 还有我们看到黄金谷 IpeCard W这都是估值天高 然后有财报的 可能跟Solo也是啊 那这个感觉财报还是会有两端极端化的 周四盘后也是一大堆的零售跟高股主 这些我们也都还继续不看好 所以我觉得这里啊 不好说啊 真的不好说 财报个股的话 很多可能会出现那种不同的这种情况 当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啊 那一切还是可以控制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有同学问到说 MMM MMM 这个公司属于基础原料类的啊 这种就是受通胀影响很难受的了啊 千万千万不要去做这个股票 也不要去抄这个股票 除非整个环境改变 除非整个通胀 出现很大的转变 目前大部分资金都来卖特斯拉的扣跟扣 挺好的 扣到期被迫卖出特斯拉股票 就有大量现金 但又不能买入其他股票 因为扣到扣就只能就卖扣 万一扣到期后被迫买入特斯拉股票 就要现金 如果有目前情况的话 买 Mint ETF 这个超短期的债券 对可以 可以赚一点利息就走 但是这个东西没什么利息的 这个利息年花利息可能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可能真的是比 在银行里存钱 在美国的银行里存钱可能会好一点 但好像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任何必要去买这个意见 我觉得很很 很不好的一个选择 很不好的一个选择 如果你卖期权 卖特斯拉的扣 卖特斯拉的扣能赚钱的话 那也不错 是吧 那我就可以支持你去做这个事情 另外如果说你想做一些高分红的股票的话 我觉得目前当下市场上最好的 就是烟草类的股票 烟草类的股票 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英美烟草 Budish American MOPM其实都可以 当然Budish American是最好的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房地产 瑞茨里面的一些特殊选股 当然并不是所有房地产瑞茨都好 就能看整个房地产瑞茨下降趋势还是挺难受的 另外 AS AS ASAM 固执的问题 这些股票都是不能做 USD 是否做空 USD我觉得不好做空 因为钢铁的话 我觉得这边如果中国经济在后半年发力的话 钢铁还是有机会的 包括钢铁最近也回调了很多 已经跌掉一半了 所以我觉得钢铁不要去做空 AA也不要去做空 AA我觉得更多倾向于做多 我们对AA的看法 我觉得还是属于特殊级别的金属 当然也没特殊到哪去 对吧 但是比钢铁同样特殊一点点 用金属原料类的 我觉得铝是特殊的 鱿也是特殊的 前面这三只都是铝骨 鱿骨的话这里有不少 这都是鱿骨 包括UEC还有UUU 钢铁同学一般般的 稀土跟硅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 像这些特殊的金属原料 就是有非常大的前景以及应用的 RH 这个也是巴菲特老人家的仓位 RH是不是也是这周财报 RH的盘后财报 对吧 盘后财报 RH我觉得不太好做 一方面我觉得我是想抄底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有可能还会有一腿下跌 完全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他现在目前这个形态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 而且RH的期权流通并有这么强 所以不太适合去做期权的财 这个财报期权 我觉得 以他这个流动性来说 财报期权做这种股票 可能更多还适合去卖期权 流动性不太好的话 你要买卖 不太好卖 当然这个位置我觉得更多 还是在下面卖一个put会好 比如说你210 200块钱卖一个put 如果跌不到200 那没问题 那你不行权 一样可以收期权权利金 那如果行权了 那也挺好的 200块钱买股票也不错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RH的话是可以卖put的 成交股票为前提 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做credit pust spread也可以 不是不成交股票 做一个spread价差 也是可以RH可以这么去看 TQQQ 这个没有啥特别 TQQQ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特别 大的科技公司 我觉得只能说震荡的一个行情 在21号以前 半导体 我是偏向于看跌的 偏向于看跌的 这位Shawn的同学又在问原油 原油刚刚我们说的很清楚 原油在看80 再说天然气也要看了6块钱 再说 冬天到了跟这个原油价格 天然气价格涨跌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这个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Ultra 因为市场都已经知道了 市场不知道一年四季最后一季是冬天吗 你们知道 Ultra Beauty这个挺强特殊的销售 线下的这个美妆店加上还有理发店 Salon 这个理发店是很赚钱的 但是Ultra Beauty 我觉得还是会受到登仗的影响 所以这股票我也不会去碰 也不会去追 当然做空的话也不好做 只能是放任他不管 Kroger 这应该也是马上裁判 还是已经裁判了 Kroger应该是今天周五盘后裁判 周五盘前裁判 我觉得Kroger这个 以Amazon 以沃尔巴的这个尿性来做的话 我觉得Kroger可能会赚 看图形来说 这个可能也会有叙事 想要带发的这种一种 Kroger也不是很好的选股 就我觉得Kroger也不是说非常好的选股 一些股票 这个可能都是偏震荡行情 想要有大波段大波段的行情 可能大家还是要多关注一下ETF机会 还是可能要关注一下ETF机会 因为个别股票我们会看到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行情 在当下这样的一个市场前提下 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做个股的话 我觉得三思在后期 他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通胀情况下 不受影响 反而受通胀红利有利好 或者说他是目前已经是跌 利空出尽了 跌干净了跌完了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这些股票就不要去选 包括还有什么公司基本面 估值 各方面综合也要去考量 苹果 我觉得没毛病 但是苹果发布会 我觉得反应是整体来说偏负面 所以苹果这里我觉得大家小心 就是不要去追 也暂时不要去抄理 如果跌下来的话 因为我觉得苹果跌下来 在发布会之后跌 其实是非常非常正常 非常非常正常 而且跌根本一两周可能又回来了 苹果 这个要抄底的话 要不等根本一两周再说 也就是等刚好包围会儿 这边加完息之后 今天早上包围会儿讲了啥 我刚刚也没看到 那感觉这个美元这个价格是 蹭蹭蹭的想要往上盖 从而对很多资产价格有一个负面影响 但也小心包围这种偏 这个英派的言论 可能会导致市场迅速的price in 接下来加息75几点 从而呢 这个事情就price in进去了 就不会有什么太多新的妖怪 新的玩意儿 那我反而觉得美元最后会冲高回落啊 当然这个我们还等开盘再看 是吧 等开盘再看 我们明天早上再跟大家进行更多的分享啊 那今天先这样子 我们感谢大家对我们公开课的支持 这边呢 大家如果更多问题的话 也帮你留下来 继续与我们互动 同时也可以拨打 可税的客服专线以及电子物件 官方微信服务号 可税横杠185 服务环三十多年 订阅上真正一点 订阅上到我们 明天早上同一天同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 那天再上去 各位 and stay back 拜拜 拜拜